因為對於挺韓國瑜和市長的人 我覺得他們最近最好冷靜想一想 不要幫到忙 我用一個比喻 我們自己當過小主管 我們如果聘用一個記者 這個記者來 這個人進來 然後三個月到半年 他跟我講說他要跳槽了 他要去一個薪水待遇更好的地方大爆 然後去了以後沒多久又回來了 然後跟我講說他那邊去不了了 要再回來 還說沒有好好陪你 好啦好好陪 沒有沒有好好陪我 那一怕跳過 那你說我要怎麼 你還敢用這個人嗎 那如果我要再用這個人 回來當我的記者 或當我的得利的一個主管 他勢必要表現得非常好 他至少要做到什麼事情 他一定騎得比我早 他一定比我晚下班 然後他三不五時要拿獨家新聞給我 這樣子我才能去跟後面的主管說 他表現得非常好 應該給他一個機會 所以韓國瑜韓市長只要搞清楚自己的問題 我一直講說其他的政治各政黨不宜過度去談這件事情 韓國瑜要告訴他的是他的選民 他告訴的是市民 當初投給他的八十九萬人 我可以我可以拿出成績 而且我會做的我會在很快的時間拼出來給你看 他如果不能感動人 一直講是信任投票 東豪哥的形容真的是妙譽啊 你今天五百多萬票了 大家都覺得說為什麼現在國民黨不太敢檢討韓國瑜 會認為說我現在擁抱的這些事情 完全是支持韓市長 但是其實大家知道 這個在最後的選舉結果的時候 事實上有很多在支持國民黨的路線 或者因為他覺得沒有辦法接受民進黨的含淚投票 其實還是占蠻大多數的 這就是我剛剛講 為什麼在這一次的敗選裡面 雖然有很多人很傷心 韓粉可能很傷心 還有很多基本的教育派的支持者很傷心 但是其實有很多的藍營選民 或者中間的淺藍的選民 他是鬆了一口氣 這些人就是現在支持大喊的很重要的一些組成的成員 所以我覺得今天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說 剛剛正好講的很對 就是說今天如果我們認為 國民黨有一些什麼建議可以檢討的話 他一定是全面性的去理解說 我今天有哪些事情做得不好 我哪些事情是我這次敗選 必須去面對社會給我的訊息的 而今天事實上我覺得罷韓或挺韓 這件事情在高雄 那已經是剩下的就是韓國瑜市長 跟高雄市民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相信現在的概念是 不管是韓粉也好 或者支持罷韓 或者只要你不是高雄市民 我覺得都不要再去介入人家之間的關係 因為他已經是告訴高雄市民說 所以我覺得現在分兩部分 一部分是說我每天必須照著行程 甚至更努力 甚至更早期 甚至就是所有以前做不到的事 我現在都要做到 但是其實更重要的是 當時你在選高雄市長的時候 你做的這所有的承諾 其實我認為在政策上 是必須要做出一個清單 不管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你可不可以提出一個成績單 但至少你要告訴市民說 我哪些可以做到 我可以做成怎麼樣 我未來可以給大家什麼樣的願景 這一次的所謂罷免 不是所謂的罷免或不罷免 而是說這是一次再信任的投票 所以我覺得 其實現在只剩下的是高雄市民 跟我們高雄市長韓國瑜之間的關聯 其實我覺得其他的人 再去介入這件事情 也不是很恰當 任何人有聽到